好 國中生不能參加太小 因為沒有念過歷史 昨天晚上我在這裡宣布說 美國法院要賠償本土台灣人 每一個人最少美金兩百萬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看這個網路 全球差不多五十萬人 所以昨天晚上開始 這個全球等於像爆炸一樣 大家都在傳這個消息 法例沒有在傳 都在傳錢 其實 美國一定要賠給奔透台灣人 有關人權的這個事情 因為各位是高級班 所以我在高級班我會上課我會講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ROC中華民國 要背奔透台灣人 這麼一支 不僅兩百萬美金 八年前 剛才開始研究的時候 我就已經發現 美國的法案來列入一條 主權國家對於人權的賠償法案 還有一個非主權國家 對於違反人權賠償法案 一般人沒有在注意這裏 一般人沒有在注意這裏 我會去這兩禮拜 會受難者 每組織去美國國 但是又不行 因為我們兩禮拜的讀書 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 他託沒有 你要知道 法律的東西是 有知識有託的人 讓你保護 讓你管理 你不知道 就是你的管理都要熄 所以 前來我很多 E-mail和LINE 你說 叫我是不是今天的第一節奏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要聽嗎 有錢都要聽 不要不要拍手 說錢大家都高興到高興 我實在感到很頭痛 我們是你說台灣的法律 你都想說會有錢還要批 這樣就好了 其實你不能這樣說 因為怎樣 我們所徵學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正常化不是間接錢的問題 當然錢是多少都要拿 因為這六十九年來 台灣人人 人權收到壓批 太厲害了 譬如說 有的人 已經過世去 那些過世的人可以賠嗎 當然會這樣不行 因為那些人 他沒錢沒錢 他幾十六年 他過十幾年去奧新聞 為日本的國際 把我們變成中華民國國際 我們都不同意 我們也不簽一個統議書 這個國際要改變 在人權公約裡面 世界人權公約十五條之一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國際 你美國已經給我拍過說 我台灣人沒有國際了 我沒有國際 什麼人要付席 當然是占領這 占領這 占領這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要付席 你不用擔心說中華民國沒有錢 因為國民黨的錢太多了 那些錢都是我們台灣人的 所以如果他拿那些錢 來賠給我們 是剛好而已 尤其他現在倉在國外很多 我現在要求美國的律師 要向美國的善意說 要展開全面的調查 你到底有多少錢 中華民國在台灣可以騙我們啊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中華民國 東山多少錢沒人知道 有人說一千億 有人說兩百幾億 都記得人家說的 所以中華民國到今天為止 是一個 對我們台灣人完全隱密 完全 可以說 看不去台灣人的一個政黨 因為 我們台灣人 特別說很高興 台灣人以前受壓批和強力 好不容易 有我們台灣民進府站起來 台灣民進府一切當中 用法律 用法律 要來掙出我們的管理 照著你來說 這個背景 這個就是題外化 台灣法連大家都對這個背景 特別有興趣 這也不能怪 因為 台灣人 你要想 如果平均一人 給你兩百萬美金 全台灣 變成全世界最好的 真的會最好起來 真的會最好起來 這樣後來就沒有什麼貧富懸殊 這樣後來就沒有什麼貧富懸殊了 再來也有一個問題會發生 大家都不要做工作 你兩百萬美金拿到 你要做什麼 你不經 肚子 你不經 你頭路要死掉了 這樣台灣的生產力會下降 所以我們台灣民進府的中央 我有你說 比較過要求 拜託這個 我們中央的委員 要去定頂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 什麼樣的人 可以拿到 這個背景金 當然一定可以拿到 你本土台灣人就可以 我說很簡單 本土台灣人就可以拿到 賠償金 有幾個人可以拿到 你別想 你頭隔壁會說 台義那個可以嗎 當然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問 你說你台灣人 你本土台灣人 你的證明在哪裡 你拿不到 所以前 我們冠西兩千塊九年 我們高贏那個時候 美國說好 我儘管向你 但是 你要來跟我說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要拿出證明 你要拿出證明 我拿不出來 你要相信嗎 我 我 處理翻幾包 翻出來的是 中華民國是文情 中華民國是文情 是什麼人 是中國人 所以 國外的人說 你是中國人沒有錯 又拿出證明 又拿出證明 中華民國 又拿出證明 又說中國人 我就沒有辦法證明 我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灣人 所以那時候開始 在2011年的時候 在美國的協助集合 我們台灣民進府 正是正式成立 在2008年的二月七日 台灣民進府 在台北正式成立 當時向1994的國家 宣布 就是選擇 我們成立 日本 外務省 美國的司法部 還有一些比較少的國家 都有規定 說他們承認 台灣民政府 成立以後 美國幫我們幫忙 在那年的十一月二日 在普華飯店 我們把它包起來 基本第一次 台灣民進府來自成立 同時成立參眾議院 當時在2008年 成立以後20011年 開始成立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你們現在都有提到 你們像初期班 有一本紅的 皮是紅的 公民權利法案 那個東西就是 經過美國三次 的校正 因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他不會說有很多人 雖然有法律 但真真假假 對法律的內容搞不清楚 我們想說 那些中國人 流亡在台灣的人 你也要把他當作人 當作人 做政權 但是不好意思 在法律上 他們不行 他流亡在台灣 的所謂的 五星人 他不能做官 要做官 可以嗎 可以 要經過兩年 所以兩年以後 他就要規劃 做本土台灣人 他才有權利 來做官 來選舉 你一定很驚訝 當時 有一個事情 你也要很清楚 我們是台灣人 是無國籍 因為 國籍在 疫苗數量的 疫苗 甚至是 中華沒有把你促銷了 這個促銷 以後 我們就變成沒有國籍 你想 有國籍跟無國籍的人 如果結婚 他的孩子是什麼 有國籍 你聽清楚 無國籍的人 跟有國籍的人結婚 孩子就是有國籍 用這個造例 你想想看 我們有台灣 有很多人去 娶越南姑娘 越南人 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生的孩子是什麼 外南籍 沒有錯 但現在 中華美國很夭壽 他把所有的外籍新娘說 你要叫台灣人 你要先 出銷你的國籍 夭壽喔 外南他本來有國籍 為了要叫台灣人 出銷自己的外南籍 叫給你 如果幸福很好 如果沒有幸福 還要離婚 你離婚以後 這個女生怎麼不能回去 怎樣 他沒有國籍 你害死人 你看 所以這點 有人就開始向聯合國提出抗議 日本人 不一樣 日本人要帶你台灣人 女生都一樣 日本人 這個國籍法非常清楚 日本人要跟你結婚的時候 他不會要求日本人放棄他的國籍 他會跟日本人說 你不要放棄國籍 因為台灣人是沒有國籍 你跟他結婚以後 你的兒子是日本籍 是可以 但是 萬人離婚以後 你想要回到日本才不會回來 這就是很多法理上 大家要來注意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現時 在6月17日 這天 向美國法院提出反術 為什麼反術呢 因為 我們是2月2月 控告中華民國 跟美國 美國 人們有這麼多紀 4月17日 美國的國務院 向法院提出答辯 他的答辯 他的答辯 他都打開了 就是 國家免數 沒錯 每一個國家 你如果要求 他可以用這個法律 替你抵抗 他說 我國家不用給你抵抗 但是 他們剛才我算 他們很難問 我就沒有抵抗你的國家 甚至我也沒有要求什麼 我是跟你說人權 所以美國 2006年 10月2時 我們去抵抗的時候 他特別的回答 就是 國家免數 我們馬上 改回變 我說 我是給你抵抗人權 我沒有給你抵抗你國家的事 所以換你媽媽最拆抗 說 人家購人權 你要來答辯 美國是人權立國 所以 你美國 跑不了 這開始 何上 12次 會來回 會答辯 答辯以後 電話你我們高贏 高贏三點 三點就是 我們最好看到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政府 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的政府 你要搞清楚 那是中國人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 生活在政治戀利 台灣人還在選舉 台灣人對選舉 要受傷 不知道是因為 很久沒有民主 但是你那個選舉 你真的 真的在選舉 不是 你有真的選舉嗎 你覺得說 你有選舉以來 你就沒有拿到 人家購票的錢 你敢不去吃一張 人家為了生意請你吃飯的飯 你敢不 對不對 我每一次問起來 都幾半以上 不接受 這個金錢的賣賣 有這個金錢的賣賣 就是不叫做民主 不叫做自由 台灣人沒有這個觀念 我們四節公安 他們好勝在選 我去那裡支持 人家送一個一千塊 也沒什麼 不然那個黨人拍死 台灣人就是這樣 秀情 秀情的一個民眾 他不說 就很難達到 自由民主的社會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童心好像在睡覺 請他回去宿舍睡覺好了 你回去宿舍去睡 我的口沒聽沒關係 可以去宿舍睡 所以你們要很清楚 你們老婆都會來這裡上課 你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因為你時間很寶貴 你們來這裡不是不用錢的 你們飯錢要高 對不對 你們宿舍的錢要高 那錢不是讓台灣民主 給你拿去 所以你們要很把握 你在上課的時候 所聽到 他們如果不聽這些東西 你來這裡就沒有意義了 那不是 所以所有在上課的人 要很注意 當然 不是給你強迫你聽 因為你們來 怎麼會給你強迫 沒有嘛 都自己來的 那不是 所以你上課 要很注意 要聽課 我剛才說一半 說我們台灣人 民主的選舉 但是民主的選舉 在台灣都可以 變一隻 可以人收紅包 回給你 去旅遊回給你 或是 什麼純利長 我知道我們台灣的選舉 尤其是黑道 在我們台灣的橫行 你知道黑道你選舉怎麼選 你們不知道 很簡單 他們都不用 選團聽你走 什麼都不用 但是他把他的票 夭壽關 他都怎麼樣 他拿一筆錢 去李長的家 回來 跟李長說 你這個區 我給你兩百萬 但是你這裡的所在 我要拿幾票 你想李長說 敢不給他 你如果沒有拿幾票 還要說我要拿一千票 兩百萬 拿一千票 我選一千票 我就來找你 不是說兩百萬票而已 要加倍 他是羅門 會打 台灣的社會 就變成黑道治國 不是 我們說得出來 全台灣說得出來的黑道 差不多 每個人都動選 甚至做議長 台灣的社會 變成這樣 我看台灣不用拚了 我沒有跟你騙 台灣人這樣的時候 台灣人 他們說這個民族 銷不好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就不配 當一個民主時代的台灣人 所以雖然 我們現在到美國 在賭 當時 法院也會要求 ROC 中華民國 要賠錢 我也會煩惱 賠這麼多錢 你拿到這麼多錢 是台灣要社會變好 還是要變壞 他們說 在這禮拜 我當中 剛開始接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有猶豫了一段時間 美國人士也說 哇 很 很意外 沒想到說 這個法律裡面 要要求中華民國 要賠這麼多錢 這也創下 世界的紀錄 你會說 中華民國 如果沒有賠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 中華民國 美國跟川普說 新聞情不好 台灣人的 中華民國 國際不好 中華民國 要離開台灣 離開台灣 以前 美國的軍事政要 要統計 中華民國所有的財產 這個財產是包含 國民黨的財產 國民黨的財產 統計如果不夠 國民黨的高級幹部 的財產 都要統計 所以這牽涉的問題很廣 我們 所有 台灣民眾的人 只要聽從 我們台灣民政府 幹部的指揮就好了 你們是太簡單了 你們來上課 我沒有走到走到走 請給你說 衝啊 有嗎 沒有 沒有 這款的 原來是極命 你們能夠說 這個不是革命 這個是法理革命 用法律 用中華民國把它掛出來 那世間有這麼辛苦的事情 只要叫你來上課 叫你來專訓 為什麼要專訓 我們在座各位 你們都是素人 素人什麼意思 不是說素人就是吃財的人 不是 就是說 你對政治都不抹 剛才開始 你插政治 所以素人要怎樣 要教育 要自己抹 很多的事情 你從你們家裡面 要做官的駕手 要做過政府官員 沒有嗎 你做什麼 蛤 台電 喔 台電 喔 對 他做台電 他也是一個孫國務人員 基於的 台保娘 不要做過政府官員 現在鄉鄉叫你去做部長 當起的駕手 好 我告訴你 這麼厲害 好 我說 不是厲害 要去就可以 不太簡單 你台灣人去做官 你如果沒有一個助力 和你家裡做官 你一個人去做官 不用一官月 你就讓他們 叫他們 叫他們 你的旁邊以前幫你 你補的很多 啊 肯定 啊 這個 你要回答 你怎麼要回答 你怎麼回答 你能領多少錢 你好大 你給他回答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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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變得貪污 所以我有在那裡煩惱 台湾民政府 我們的規定 這個刑法是兩種 一種叫做 死刑 另外一種就是 變性 我看喔 第一個死刑 一定是台灣民政 我們的行員 我沒有跟你騙喔 第一個變性 可能是台灣民政的行員 因為 鄉鄉叫你去做官 做得這麼大 你會忘掉自己 所以 委長 我最好說的這個 就是 這個 根據 國家主權 豁免的法案 跟 非主權 國家 對於人權 傷害的賠償條例 我們將會要求 中華民國 背上 不過這個也很 很諷刺啦 美國也不敢說話 你如果美國說 你美國 哪裡在背 沒關係 所以 看起來 今天這個事情 因為昨天我最好說而已 哇 超過五十幾萬人 起來看 現在 差不多這禮拜 我鼓勤 台灣民政的 這個 網站 這個 E-mail 會接不來 但是 我們 各位 都要很清楚的了解 我不是 要說 用錢 你只說 因為可以來領錢 那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你們這是因為 領錢的管理 才會有嗎 走 不是因為錢 的管理 才會有嗎 有啦 好啦 但是我是懷疑 聽到錢 你來一定 一定 今天 以後的那一回 就開始 很多都沒有錢 但是來都表明說 不會啦 跟你們一樣 你們初期班 我有跟你們說 送你們機子 你們回去都說要刮 要刮的才送這個機子 有嗎 今天我一個問 有刮的有幾個 一個 這麼多人 這麼一個人刮機子 你都會給我騙 但是我跟你說 這款騙 有一天 你就會發現說 你錯了 七月四號 七月初期 美國的國慶日 也是台灣民政府的國慶 那一天呢 都要刮機子 七月初期是 中華民國 和美軍聯合軍事演習 之後美軍要一次 我們刮旗子 歡迎他 從早上的九點 到下午五點 我們來刮這個機子 民政的機子 是會送給你 但是你們還沒五關 五關以後 民政的機子才會送給你 但是你們現在 可以送給你 美國的機子 美國的機子 你也可以只刮美國機 也沒去 在你們家的外面 刮那個機子 沒關係 那個機子 是有避邪作用 我都避邪 你不相信 你刮看看 看會不會避邪 有些 那個 那些 黑白默的的人 沒去找你 現在 說回來 這個法例 台灣四百年的歷數 可以說 定義沒有歷數 沒有自己 做主的歷數 國民黨 鑽說台灣 他 他雖然人 就百分十五 但是 他利用我們百分八十五的台灣人 要做我的習性 愛情的習性 驚喜的習性 叫你這些台灣人要幫忙他 叫你這些台灣人 都掛一個小規格 小規格裡面是中國人 就先做中國人在統治台灣 假冒的中國人 來統治我們台灣人 那一般人 不覺得 我們製造的 我講這 你也不一定的感覺 因為這個問題 你要坐著 慢慢去想說 我所說是在說什麼 現在你做官員的人 你把人家看 馬英九做總統 做中華民國總統 他所用的部長 百分之七十 都是中國人 所謂的外星人 那真的 中國人的頭腦都比人家好 我看一模一樣 馬英九本身就很差 但是馬英九 這中國人很會造神 不要討厭 用補助 用工具 讓他很強討厭 馬英九就是這種人 我說這個 你們不一定相信 因為馬英九跟我一樣 建中一樣 台北市的 建國中學 你知道建中要扣錢嗎 對不對 初中比較要扣 那年 建中六處 九百幾個 但是 建中一年 高一的那個班子是二十四班 二十四班 二十四班乘以五十 都弄下去 一千兩百 一千兩百 哪個無台無地 香港本的榜單 現在榜單也有 還有 多兩百幾個 那兩百幾個為對 那兩百幾個 就是 中國人 喬生 他用得這麼好聽說 喬生 台灣哪有什麼喬生 他們中國人的喬生 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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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 馬英九是用補償 所以 他高一的時候 三戶不及格 我說這個 我要負責你 我跟他 講解 他所謂四十八分 四十八分是什麼意思 不可以補貨 不能補貨 他們要補貨 他當時是 國民黨的市長部的主委 不知道用什麼樣的管理 他競然可以生 不過 他生去高二的時候 他去競 文族 以前我們那個時候 二十四班裡面 如果腳厚 撤青 差不多都是撤自然族 在我們那個時候 我不是說撤文族就不好 但我們那個時候 生的腳厚都撤自然族 文族兩班而已 一班是救救逗生 一班是分帝的 馬英九是十八班 十八班 高二、高三是十八班 他是合文族的 文族以後 荷台學 破爪聲說 他是台大法律系 對不對 這不是 它貭隊 它貭担工 淡江 淡江啊 又加分 才去讀台大 所以那年台大的法律室 只有一个人抗不住 中发美国的律师这一条 名叫做 马英雄 您真聰明 好像一只没住 所以他做总统 然后他又拿中山奖学金 去哈佛 去讀法律室 这讀中山奖学金 讀法律室 这人很天才 下一份论文叫做什么 钓鱼台式中华民国的 违反国际法 黑皮屎就对了 不知道什么人要他逝了 害他的老师 叫他免质 他给他批准给他做博士 免质 那年的法律室比较 只有一个人抗不住 美国的律师 名叫做 名叫做 不错 你都听我 这么厉害的人 这么厉害的人 受到48分的人来做中华民国总统 不怪台湾的经济 看我眉眉眉眉 这有道理的不是没道理啊 对不对 那他就要靠什么 靠那条红鱼头 你不用笑 那布朵鱼说那年他召 中华民国总统台本都是福利票 对不对 你不是说十倍没选的 你不要说对对对 十倍也最最选的 来我问你 那年有选的 我可以叫人牙手 是这个最牙 你如果没牙 百度听我先跟你说 这两个而已 这样他怎么会召 有选的牙手 老实来的 老实牙手 四个 五个 还有没有 好 你如果有投 你百度听我先跟你说 我说都会准 我先跟你说 你不相信 你看看 我在四五年前 我就说中华民国 我背台本人会背试 现在 法律 律师已经开始试了 真的会背台本人会背试 我以前是想说 来够美国背 现在想不想不对 我现在够美国 让美国背 美国一定很不敢 一定 三阶三阶 我叫中华民国来背 美国在旁边 你怎么看就好 这样 可能会比较好 我想不想 这个方案才对 我说我来拍中华民国 你美国站在旁边看 你如果要出席 你会在美国背试 你说这样我有骗吗 有 有嘛 有 来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法律 我们的法律 是要用头脑 我鼓励我们这 头发黑色的人 就比较少年了 会接这些人 要去投法律 现在开始台湾 还是全世界都同样 无论法律 绝对争取不到 你的正义 过去我们去给国民党 给中国人 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因为他会给你台 礼拜就是欧北台 台海比较都打打死 所以台湾来说 有一段的断层 这段的断层 就是 心秀 头脑更好 这个心秀 才无法从以前的 这段接起来 所以我们一段断层 所以为什么台湾有 六十年的时间 总是有一点 要听他 中国的所谓 御用学者 你说他的话 现在说起来 他说 有到生活 所以我可以故意说 台湾民政府将来 这段以后 你是有中法民说 法律的 食肃和福祉 这的人 我没办法 你就要再定心口气 这叫做 毒苹果理论 什么叫毒苹果理论 这个桃里面 都是毒 有毒的 那个桃子 你所种的苹果树 生出来的苹果 可以吃吗 不吃 因为这个苹果有毒 所以 这样背后出来 这个食肃和福祉 我们要重新 对他们这个历树 要重新教育 台湾过时就是因为历树 黑白方向 你像 明明台湾人参加 第一次世界第一原来建树 建树的人 怎么有说福祉 就没有光复节 建树但是 你中国人在 担命台湾 以后 台湾人的国际 变成中华民国的国际 我们什么时候 说台湾这个土地 交给你中华民国 没有啊 古今生和平条也没有啊 也没有写说 就这张和平条 没说台湾平 交给中华民国 但是我们台湾人 那些学生 到底在抢生 什么有一个什么 什么中华民国 什么征修宪法 什么外国 记载他编的 青菜编的 你怎么样来讲 台湾这块土地 没有在你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有规定 你如果要改变 你这些命套犯理 你就一定要修改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 从来没有修订 从来没有把第四条 大家放弃掉 所以今天 这块土地 不是你中华民国的 我为了这个 那年我去做 任务型国代的作业一期 我也拳掉 那天我用建国董的身份去选 我怎么拳掉 拳掉就是最重要的 现在美国在注意什么 注意说那个宪法第四条 不能修改 我现在知道 美国根本就没有 我尊重华民国 跟他改第四条的宪法 因为美国 非常认真 你看你中华民国 你做什么 所以各位 他中华民国 国民大会代表 如果没有修订第四条 这样 台湾这块土地 阴阴阴阴阴 绝对不是中华民国的 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敢打台湾 你面子搁一会 想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医政到今日 打一台青子 打一台飞拳 来台湾 从来没有 你都 大家都给他 博装 和对 一台 中国有一台航空母舰 那航空母舰上 没穿这 那台航空母舰上 也没飞机 现在还没飞机 是怎樣 他飛機背不起來了 飛機放在上面 要背 背會起來 但是下來沒辦法下來 他沒辦法 難節省他沒辦法做 你如果那條鎖子比較簡單 那條鎖子他沒辦法讓他去做 全世界十一個國家有航空無鑑 只有一個國家的航空無鑑上面沒有飛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要做什麼 他喊你台灣人而已 他的作用是喊你台灣人 如果要選舉就說中國的武力有多強 看到鬼 他從來沒有對你台灣 幫你打一個飛機 沒有 所以我可以給各位報警 百分之百 中國絕對不敢打台灣 絕對的啦 最近我這條消息 中國開始緊張了 他的後備軍人 開始全面徵召 上禮拜開始 要做什麼 備戰 是怎樣 美國 跟G7 跟東南亞十個國家 他已經決定 要將他在東南亞 南海所做的那顆島 兩千英文的島 要把它炸成 這個島如果炸成 不用擔心 中國不敢擔當 所以我們中國解放軍說 你每日如果敢動手 我一定反擊 我希望看到他會反擊 他如果反擊 就是表示中華人民共會被消滅 今天一個消滅 明天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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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